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2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8月24日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召开 9位重量级经济学者商讨对策 这也是习近平经济智囊团队首次曝光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座谈会并非以中共中央或国务院名义 而是以习近平个人名义召开 而执掌经济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被排除在外 洗礼间的心结不言而喻 李克强越来越遭边缘化 近日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个人名义召集一批拔尖的 经济社会学者出席座谈 就十四五规划发言 九人国师几名单中 在台湾出生的林义夫排行榜首 林义夫在提供习近平建议时表示 除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外 很重要的就是 美国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 或者是采取什么样的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压 只要我们把疫情控制住 保持定力 我相信我们是能应对的 台湾中华经济与金融协会副民书长曾志超受访指出 林义夫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退下后 变成标准的御用学者 他用他很擅长的经济理论 去包装官方想要做的事情 比较容易说服西方社会 另一位习近平的国师是在北大念书时 经历八九名月的郑永年 他取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 近年转为支持中共价值观的新左派人物 去年香港反送中期间 他曾说香港人成不了气候 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可以终结乱局 郑永年曾形容普世价值是带有侵略性的政治口号 他认为中国需要30年的时间来验证经济上采取共产党加市场混合制 政治上采取一党加内部多元混合制 被习近平为以重任的还有 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刚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明 中共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等经济学者 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却因缘际会受到青睐 习近平执政以来 国务院作为经济行政主长单位的地位不断被弱化 九人智囊团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韩正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带领 被视为弱势总理的李克强并没有列席 独立学者吴作来预料 往后习近平和九人团队会精畏分明 吴作来说 譬如说 以前搞一带一路 只要中央做出来了 李克强是不能反对的 如果习近平的团队决定了 李克强是不能反对的 分工是分在这个份上 总的宏观政策在习近平那里 李克强只能执行有哪个部委去做 李克强的角色就是一个行政打工仔 8月25日上午 中共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乌鲁通了电话 在这个视讯电话中 双方同意继续推进落实命悬一线的中美贸易协议 虽然这项协议的执行进度大大落后于原定计划 但美中之间在关系动荡之际 能够保留双方仅存的这一合作项目 仍然对市场起到了巨大的安抚作用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 双方都看到了进展 都承诺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协议的成功 这次会谈是双边贸易协议做出的一项安排 每半年开会审查协议的执行情况 原定会议在8月15日举行 但是川普总统对源自中国的病毒大流行十分不满 取消了纳斯的安排 并表示不想现在跟中共打交道 华盛顿与北京目前正处于全面对抗阶段 人们普遍担心 美中贸易协议这个双方维持对话和接触的唯一领域 随时都有翻车的可能 对于这次会议 中共商务部称 美中两国官员就加强贸易协议落实问题 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对话 并同意创造条件和氛围 继续推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双方讨论了中共为实现协议 所要求的结构改革而采取的步骤 这些改革将确保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清除美国公司在金融服务和农业领域面临的障碍 并消除强制性的技术转让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双方还讨论了中方采供美国产品显出增加 以及今后落实贸易协议所需要采取的措施 川普政府前贸易官凯利·安肖认为 在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的大背景下 双方的经贸关系变成了亮点 堪称奇迹 《华尔街日报》引用他的话说 在当前经济衰退和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 任何一方撕毁他都是鲁莽之举 中共中美大使崔天凯最近多次抱怨说 美中双方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经中断 他有事连美国国务院官员都见不到 观察人士指出 美中贸易协议得以保存 至少给双边高层保留了一个沟通渠道 中共解放军于22日至26日在黄海进行实弹设计演习 结果美军8月25日派遣一架U2侦察机 直闯演习禁飞区侦苏解放军的动态 对此 中共国防部发表声明 美方做法极易引发误判 是赤裸裸的挑衅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环球时报称 美方此举无疑为中美双方 可能爆发的危机又添了一把火 中共声明中指出 美军U2高空侦察机25日 擅自闯入中共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 实弹演习禁飞区活动 严重干扰中方正常演习活动 严重违反中美海空安全行为准则 及相关国际条例 极易引发误解误判 甚至造成海空意外事件 是赤裸裸的挑衅行动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并引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声明中强调 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此类挑衅行动 以实际行动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 环球时报还引述专业人士警告说 美军方不要低估了解放军 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不要怀疑解放军 坚决捍卫中国主权的决心 悬崖勒马是正道 莫将自己的舰机和军人 埋葬在异国他乡而后悔 文章并未指出U-2侦察机的具体位置 不过共军日前分别宣布 在山东青岛至连云岗海域 渤海海域实施实弹射击演习 时间分别为8月22日至26日 和8月24日至9月30日 这两个海域因为北部战区辖区 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U-2侦察机 外号蛟龙夫人 是美国海军一种单座单发动机的 高空侦察机能不分昼夜 于21,336公尺高空执行 全天候侦察任务 在和平时期危机小规模冲突 和战争中为决策者提供重要情报 此机也用于电子感应器研发 确认卫星资料和校准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近日再传健康危机 8月25日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表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包媚 劳动部第一副部长金宇正 已在核心权力机关组织指导部掌握大权 郑景斗出席国会国防委员会时 未来统合党质疑金宇正是否已实质上掌握组织指导部 郑景斗回复 目前判断是如此 提及金宇正的正式职称时 郑景斗先回答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 随即又改口更正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 韩国最大媒体中央日报报道 金正恩正在逐渐把治国理政的群线下放 其中金宇正主要负责对美韩外交事务 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朴凤柱和内阁总理金德逊负责经济事务 军事事务则由中央军委副委员长 李炳帖和总参谋部下属机构 劳动党军政指导部部长崔赋日负责 韩国国情院表示 朝鲜这种新的权力结构是一种托管形式 也就是在金正恩仍握有绝对权力的同时 大大小小的权力被下方给少数亲近 至于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 是否可能将韩朝军事嫌疑作废 并进行区域军事挑衅行为等 郑景斗表示目前未发现异常动态 他还说若朝鲜发起挑衅 会考虑采取相应军事措施 对于朝鲜开发潜射弹道导弹计划 郑景斗透露 朝鲜一直在东海岸一带进行开发 目前正在进行多种试验 已进行制造并试射水下固定式发射体阶段 前青瓦台国情状况师长张成明 21日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 他认为朝鲜领导人只有在重病或遭遇改变时 才会将权力委托给他人 根据中国消息来源判断 金正恩已陷入昏迷 但生命尚未结束 郑景斗今天为就此说法发表回应 消息指 中国短片分享平台 抖音的北京母公司 字节跳动的两个主要投资者 美国私募基金 泛大西洋投资和红杉资本 正推动甲骨文加入收购 抖音海外版TikTok美国业务的行列 甲骨文虽没有相关经营社交 或短片平台的经验 资本也较微软弱 但得到川普总统的支持 川普曾表示 若有甲骨文接手TikTok 可以解决问题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 最早开始展开收购行动的微软 曾表示 会邀请一些美国投资者加入 但随着时间过去 泛大西洋和红杉资本开始意识到 可能无法在这宗交易上分一杯羹 于是开始寻找自己的科技界伙伴 现正在推动甲骨文加入进购行列 不过 华尔街日报指出 泛大西洋和红杉资本 作为字节跳动董事 参与这次收购子公司业务 有利益冲突之前 甲骨文优势不及微软 几乎没有运作社交媒体平台 或向广大消费者提供服务经验 手头现金也原低于微软 目前微软拥有大约1360亿美元的现金 大约是甲骨文手头上的三倍 而且字节跳动创办人间行政总裁张一鸣 曾在微软工作 喜爱微软公司的文化 并且与微软高层关系良好 目前他比较倾向与微软交易 然而甲骨文有强大政治联系 创办人间最大股东爱丽森 年初曾在自己家中为川普进行筹款活动 CEO卡兹在2016年 曾在川普的过渡团队内工作 并为他的进主演任捐款 上星期 甲骨文成为TikTok潜在买家时 川普也认定若有甲骨文接受TikTok 可以解决问题 消息透露 至少有三个阵营有意收购TikTok 除了微软和甲骨文外 还有推特 不过推特只经过初步接触 虽人很感兴趣 但目前进展不大 TikTok目前在美国有1亿用户 被认为是全球利润最高的应用城市之一 但目前尚在亏损 消息指 字节跳动估计 TikTok海外业务总值500亿元以上 但熟悉TikTok业务的人认为 实际价值低得多 各潜在买家会在周末前数价 中标者很快可以展开独立谈判 但由于TikTok已采取法律行动 对抗川普所颁布的禁令 目前还不知道最终会不会达成交易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